佛法的目的呢 是要我们把它运用在日常生活里 开发清凉的智慧 解决烦恼跟痛苦 所以呢 可以说任何时代 都需要佛法 但是如何使佛法配合时代的脉动 引领时代的方向 解除现代人的困惑和苦难 必须要有相当的智慧跟方便 我们现在呢 就恭请圣言法师为我们开示 如何使佛法历久长青 成为时代的男真 对我来讲 我不能够用一句话 来说明或者是来表达 所谓佛教怎么样的话就能够历久长青 而永远呢 受世人的欢迎 但是有一个不便的原则 就是呢 就是呢 从佛法的基本的日常和基本的理念 为立作点 或者是呢 以基本的功能为我们的方针 但是方法形式要随着时代 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进 我们在五十年前的中国 跟现在的中国是不一样的 如果还是用五十年前的方式 来运作任何的机器 所谓机器就是机关或者是制度 都有问题 都会啊 让我们感觉到是痛苦的事 那大家不希望用它的时候 它就会被淘汰 那佛教也是一样啊 佛教如果说 没有时代的意识 没有时代的警觉性 它一定啊 会被时代 会被环境 所淘汰 所遗忘 所以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 他讲到一个观念 他讲的一个观念是非常合乎 我们现代人的观念的 这叫什么呢 叫随方皮尼 随时皮尼 皮尼的意思是什么 律 这个戒律的律啊 也就是制度的意思 也就是呢 这个规则的意思 规范的意思 人的生活规范 和生活的规律 制度的运作 要随时变 随地变 随着这个环境的需要 我们呢 适应这个环境 来 接收这个环境 然后呢 再改善这个环境 所以呢 随时皮尼 也就是说 跟着时代的需求 适应这个时代 所以随方皮尼呢 就是跟着环境的需求 随着这个环境的 来适应它 适应它 再改变它 再把它 带着提升起来 然后 跟伏法的理念 相应 这个是 应该是不变的原则 也可以说 伏教之所以呢 到哪个地方 都受人欢迎 在哪一个时代 都不会啊 一淘汰 永远被淘汰 虽然我们在历史上 遇到很多次 伏教的教难 那都是啊 王朝 政府 的集市 排斥 压迫 这是受到 其他宗教的 影响 或者是这个 国王本身的法神经 这本身呢 有了问题 他这个头脑 有问题 所以是 以善为恶 以恶为善 这没有办法 所以曾经呢 被几位啊 暴君啊 毁灭过的 但是呢 过了 这个暴君这个时代 几年或者是 一段时间之后 伏教又会啊 被人 所重视 所欢迎 原因是什么 因为伏法本身啊 并没有一定的一个框框 要教人家来 来守 并不是说 你来我也给你框框套上 你来 他来也给他框框套上 并没有这么一个框框 伏法是将随缘的 因缘怎么样 他就是啊 怎么样 需要怎么样 他就怎么样 不过 他有一个原则 使得人 达到有智慧 来断烦恼 有慈悲 来帮助人 断烦恼是帮助自己 解脱苦难 有慈悲是帮助他人 解决问题 因此呢 社会和谐 自己的身心呢 自在 这个不变 这个原则也是不变的 在这个原则的 之内 这个方式的运作 都可以随时变的 比如说我们过去啊 佛教没有合唱团的 我们佛教现在由于合唱团呢 过去我们佛教不会用钢琴的 只有那个什么 当字啊 磕子啊 墨语啊 庆啊 饮庆啊 这些东西 而现在呢 我们也用钢琴的 那佛教过去啊 没听到说还有什么 用电视的 这种媒体 他没听过啊 现在不但有电视啊 也有光笛 我们不叫 本来不知道 还有什么 用电脑的 现在我们农产市的 出家众啊 几乎每一个人 都会电脑 除了我 人人都会电脑 而且他们用着 非常的顺熟 像这一些 都是适应环境 适应时代 人在需要什么 或者是人 正在表现出什么的时候 我们参与 我们共同的来 一起生活 一起努力 这个是啊 佛教 之所以啊 处处受欢迎 永远受欢迎的 一个原因 如果说 我生研法师这个人 一成不变了 今天这样 明天这样 这个叫做刻板的人 我看到了年纪大的人 我是用年纪大的人的一种方式 给他交谈 看到小娃娃 我像个小娃娃的心态 模仿着小娃娃的心态 跟小娃娃谈谈天 就是可以啊 这样子呢 叫做不变的随缘 随缘而不变 这个是复法永远注释的 不变法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